大甲溪电厂的马鞍坝生态公园 7月24号举办启用典礼 台中市长林佳龙和台电董事长黄仲球 共同为马鞍坝生态公园揭幕 这座生态公园将丰富 大甲溪流域的生态旅游内容 为民众增加一个观光休闲的好去处 也渴望振兴地方观光 马鞍坝作为一个大家住族来这边 能够观光旅游 能够享受我们大自然的美之外 也可以看到我们电厂的转型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改变 能够跟这个乡亲更多的互动 更多的结合 那么也让这个沿途的观光景点 有我们的参与 可以让它更丰富 园区内的动态展示馆 展出鱼道影像直播 陈列大甲溪流域各分场的电力设施模型 静态展示馆则介绍各种绿电的发电方式 以及电力传输的过程 还有珍贵的蝴蝶标本 民众还可在观景平台一览大甲溪美景 从发呆亭远眺路斯岛 透过水轮机了解围水力发电方式 更可实地地到鱼道观景台 看大甲溪鱼类爬楼梯 对电厂要发展很为生态电厂 是让一般民众除了知道电的资源以外 还有周边的一些森林水 这相关的还有部落的文化 这样子的观念 我们非常的赞同 满安坝生态公园是大甲溪生态保育工作的第一站 未来将会继续规划更多大甲溪周边电厂生态景点 平时只要三个人以上团体就可预约参访园区 目前正值暑假期间 欢迎民众报名亲子共游 林佳慧 李俊杰 台中谷官报导